你好我们是爱生活爱旅行的富旺家 好多朋友对东北充满了好奇 今天有时间我们就带着大家去看一看 能够反映东北特色 四景风情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就是东北早事 东北早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便宜 这就是今天我们来的东北早事 沈阳相公早事 非常之大 这才看到早事一个角 早事前前后后加一期超过了两公里长 到处是买东西的人 南来北往的男男女女 人多的是不是有点超出了想象 这卖货的摊位一个挨一个 就喜欢这氛围 控制不住你想买东西 他们说这个早事啊 早上五点前就陆续开始买货 这场面看着就有点兴奋呢 看看能买到啥到底便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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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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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会买特别好吃 这又是我们一个东北特产 东北特色 看一看开口松枝 东北的松枝呢特别香 特别香 来北方一定要尝一尝 接下来看看还有什么 这个是蒜苗 五块钱两宝很便宜 接下来 两个大石榴 石榴大巴15块钱两个 腌面石榴羊面果 所以就是这种皮不是很红的 石榴是很甜的 这里头是红形的 我们其实买过 特别特别甜 除了这个水果蔬菜 还有好多 这个也是东北特色 大家都知道三东大煎饼 但是东北其实也有煎饼 他们这个煎饼呢 也非常好 今天早上我们买煎饼排队 嗯 还有新疆同胞的卖的新疆风味的囊 两个六块钱 两个六块钱 还有山楂 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东北特色 大家看 这是东北特色 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能看到很多 有的叫豆角有的叫云豆 但是很少看到这种颜色的吧 这个豆角的品种叫黄金钩 在豆角当中它可能是最贵的 非常好吃 但是这里只卖7块钱 朋友们如果你要到东北来 欢迎你到沈阳来 有时间也逛一逛东北找事 逛一逛沈阳的找事 小妹酸菜已经积好了 跟大家讲一讲我们酸菜的制作过程 白菜买来之后整理好洗干净 然后在白菜片要片一刀切身 切好事之后呢就放在盆里 放一些盐 适量的盐 然后呢轻搅拌不要揉搓 盐要遍不均匀 这样的目的是要把白菜的水杀出来 过个几分钟 白菜水出来之后呢就轻转 把这个白菜的水呢轻轻的转出去 不要特别的用力 然后再把这个白菜呢放在一个罐里 在放白菜之前这个罐最好是用高度白酒 稍稍的用一点高度白酒稍稍的晃一下 涮一下 涮一下 然后倒掉 然后再把白菜切好的白菜身放在里边 最后给它 一层一层的都 一层一层都放好 对对对 轻轻的压一下 对 然后最后呢要给它封闭好 这一小罐酸菜就OK了 就静等时间催化它 让它在二三十天以后就成为东梗酸菜了 你就可以尽享美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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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